正如调解员百叶一所言 现阶段修复母女关系是基础 听了大家的建议 米女士还会坚持与小廖同住吗 对于接下来的生活 小廖又有哪些打算 观察员陈兴东带着小廖来到密室 陈兴东提醒小廖 不论婚姻是否存续 小廖都应妥善处理好和孩子的关系 万万不能走米女士的老路 不管你这个婚姻做什么选择 我只是建议你 对这个孩子的爱千万不能放松 不要让你母亲跟你的这种关系延续下去 同时陈兴东鼓励小廖 在今后的生活中变得更积极更强大 希望你能够变得强大 这个强大包括两层含义 一个是你在这个社会上的生存与发展 这个方面你要强大起来 另外一个面对将来可能 如果你有假如离婚了以后 可能面临着新的感情生活 或者新的这个婚姻 你也要变得更加强大和有力量 此时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文艳正在跟米女士做着沟通 至此米女士依然坚持 她还是想要跟女儿同住 爷爷奶奶都去世了 爸爸也去世了 现在姐姐也对她这样 原来她跟她姐姐一起了 我觉得她有姐姐跟她在身边 两姐妹互相照顾那么几十年了吧 我来参与也不对啊 是不是 阿姨 现在我要站到她身边 不能让她 虽然米女士表示 跟女儿同住是为了女儿好 但在文艳看来 这种所谓的好 对小廖来说反而是负担 阿姨 我问一个问题 您自己过得好不好 不好 您有没有想过让自己过好一点 我觉得我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我不想那些 我只想看到她过得好 您站在一个女儿的角度来说 如果我妈告诉我说 我自己已经过不好了 我不想过好了 我只想你过好 你觉得一个女儿是什么样的心情 她能高兴得起来吗 她能够享受你对她的好吗 文艳建议米女士 先过好自己的生活 让女儿没有后顾之忧 这种好是女儿乐于接受的 因为特殊的成长经历 小廖极度缺乏安全感 她在自己生活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 也确实没有能力 没有勇气承担更多 她逃避是因为她心里不好受 她有这份心 但是她也没有这个能力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她跟你感情够深 她会告诉你说 妈妈你不要伤心 不要难过 我们一起好好过 我们一起去面对 大家要难受一起难受 要高兴一起高兴 如果她对你感情够深的话 一定是这种状态 可是她对你的感情 你也知道 可能有一些生疏 就像刚刚今天白老师说的 没有到这个份上的时候 那么这就需要你也努力 她也努力 小廖告诉陈青东 从内心她还不能完全接纳母亲 相比共同生活 她更希望能与母亲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是距离产生美满 如果是分开来过的话 平时联系一下 对于陈青东这个折中的建议 小廖愿意采纳吗 经过密室调解 弥女士最终能接受与女儿分开居住吗 在小廖的婚姻问题上 她又能否做出让步 密室结束之后 我们来了解一下厂商的情况 妈 就是我原谅你了 以后我们就好好过嘛 我也 希望你是这样子 好好过 快点长大 我也不会再管你的事 你自己拉主医了 婚姻的问题 妈妈的意思是 我不参与 她的那些证件什么的 是不是都可以还给她呢 可以 房子的事情 我们的律师也都给你们二位 做了很详细的解释 可以寻求一些司法上的帮助 小廖 在未来妈妈的这个照顾的问题上 你是怎么想的呢 经过最大的努力吧 很好 其实就像你说 希望妈妈能够站在你的身边 跟你一起去面对 你们家房子的那个问题 既然你需要妈妈 你也要知道 妈妈也需要你 扶着妈妈回家吧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调解的最后 小廖搀扶着米女士 缓缓离开现场 这个画面让我们既感欣慰 又觉得心酸 米女士的遭遇固然值得同情 可当初她不该抛下一双儿女 独自离开 对孩子来说 只要父母陪伴 生活再苦都是甜的 愿天下的父母能够紧记 一旦生下了孩子 就要承担起教育和爱的责任 不论婚姻存续与否 都不要放弃对孩子的爱 因为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 唯有被爱灌溉的孩子 将来才会具备爱自己 爱别人的能力 才更有可能获得幸福